8月8號起 河南開封市衛士縣莊頭鎮、錢草村等7個村 被調整為高風險地區 所有村莊將設立交通卡點 8月7號有衛士縣民眾告訴本臺記者 當地疫情十分嚴重 錢草村民幾乎全部被拉走隔離 北京防控等級在區嚴格 7號 北京市政府宣布 對疫情中高風險地區帶反經人員實施管控 將這些人的北京健康保狀態調整為黃馬 在各機場、火車站一旦查到非綠碼人員 將勸阻其登機、登車 8號下午 北京市疫情防控發布會再宣布 國內中高風險地區所在線當地人員暫不許進京 需等所在痊癒轉為低風險後 才會適時開放 稍早的5號 在內蒙古自治區 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發現確診病例 緊鄰的黑龍江省奇奇哈爾市居民反映 當地小區已經封閉 當地官員可能涉嫌瞞報 早在今年1月 黑龍江省受到旺潰縣疫情的影響 全境6個主要城市封控數月 對於已邁入超老齡化社會的黑龍江省 老年公寓是大陸市民反映 是當地的重要產業 但受疫情封控措施的影響 業界哀鴻遍野 新唐人記者林晨新、李珊珊、劉芳採訪報導 更多現在連接著19、李珊珊、劉芳採訪施的影響